大家好,小罪国战继续开始啦,那么今天咱们先来看这一局啊,这一局我们主角的有些地方叫做走不动了吗,来自三七八曲啊,感谢中国人家提供的比赛录像。 嗯,出样情况啊,灯海国家超级不动白,然后诸葛凤厨都可以啊,都有一定强度啊,当然, 属国那个肯定是主动性比较强一点,你要是灯海国家,反正就是超级不动白啊,被动性比较,被动属性高一些。 这个牌相当给力啊,啊,这对于,对于国家来说,这桃子没有再比桃子更好的牌了,二章就这么出来了, 你也没捡住牌啊,这你何必呢,就给他查个手量。 故国安邦,虚当如是。 既敢挡在我的身前,就接受我手中之枪的挑战吧。 请恕老臣直言。 有个藤甲,然后锁一发,这是要杀了吗? 你看这三号都没杀你,七杀都没杀你,然后拼点还给你一个一点,这何必,真是个无果吧。 他说你杀你也找个远的杀,你找个远的杀,他及时想报复太太,亮将或者是怎么着。 你杀你上架,即便你杀对了,关键你杀不死,四血了,对不对? 泰斯斯杀两刀,你也杀不死,即便你杀的,他不是无,那下轮他不很容易,他就出来干你了。 然后我们是直接,因为出来两个屋了,出来两个屋了,那就直接干了一下泰斯,反正咱们这个将,你说老老是待着不动,也没有什么发挥啊,就高调一点。 你猴子,猴子你出来就出来呗,你放的哪门子难瞒呢,你这都三个屋了,他三个屋了,你放的哪门子难瞒呢? 囤田可充盈君子 带网 看我的 杀小小把戏 朱荣 一会儿朱荣再放出来 是不是打的都是你们五国 乐不思蜀 如生脱沉 不为贪欲淫乐之事 结果又出来个 大五国 你看你的大五国 一会儿 你的男蛮是不是都是打着你大五国 这二张忙的也算忙的水 直接 九杀 直接九杀两个人全是自己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野 看样子好像 好像是要野也是七号 七号刚才也没动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乐不思蜀 哈哈哈哈 冰凉寸段 这些大都都 你看你这 你说你给二张扔个刀 你扔也就扔了 但是你这杀扔的多可惜 你这 你自己 你倒要杀一下 你也杀一下 你这太子 他最多 他出两张杀 你看这也 丁丁凤 他也不杀 他是被乐了是吧 他只是他被乐不杀就算了 那你 你终于你 你应该打他 你现在四个无了 你现在四个无了 你现在还不打得出 关键你现在四个无国了 其他人会不打你吗 肯定全部打你们无国呀 有独菜 有独菜还不出来吗 那就七号是独菜了呗 这时候你还不出来吗 你这啥好拍呀 你要知道 你现在无国是大国了 你现在要马上打输出 赶紧减少对方的人头 这才是第一要务 因为对方同盟 我肯定会打你们无 关键是你自己 你周瑜你就一写了 对不对 你一写在这 你可能你要知道 你可能就没有下一个回合了 你还不趁你的有生之年 赶紧给你们的国家 做点贡献 你刚才就应该把冠师傅 挂上杀一刀 然后再反剑一下 打两点十出 然后后边太史词 还能再出两刀 看能不能减少人头 你不要无脑的配合二张 你这他就是为了 为了扔牌而扔牌 你这遗物战机啊 你奈我何 往这边假取出来 那就是假取独菜了呗 杀 雷杀 雷杀 这些遗迹啊 这两张牌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没那么可以啊 过河拆桥 不过没杀 这过河拆桥 拆了兵 不过我觉得 你拆他的兵 你还不如 拆点别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五六剑 因为这个黄中元 可能他活不到他的会合了 这边假取可能就放乱舞了 因为刚才这边 陆军是一血 一血没有排 一血没有排 这个假取如果打不到陆逊的话 他很有可能放乱舞了 所以你这边的兵 没有什么意义 事实证明 这假取开乱舞啊 你这假取开乱舞 你这个锅拆桥 你就白用了 圆什么大头 很明显的独菜 在此证明 这个路人很多人 他不会看独条 完全不会懂得看独条 他要是严少 他会先放乱舞 你开玩笑 他肯定先开始射 先开始射收人头 他会先放乱舞 不可能的事 你让他拆呗 他拆估计也是拆你家一码 他会拆你手牌 因为拆你手牌没有意义 你这六张手牌 五张手牌 五张手牌 他拆你一张手牌 没什么意义 估计他拆你家一码 你这五张手牌 还是比较重要的 你现在两个桃子 你这两个桃子一血 你万一你要被乐了 因为国家最怕乐了 你这万一被乐了 你这你出不来 你这吃不了桃子 你这就非常非常不好 破功 既敢挡在我的身前 就接受我手中之枪的挑战吧 祝隆这我没有救 其实这点我觉得完全可以救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救了这个祝隆 你救了他 他肯定他会去打五国 对不对 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他刚才泰斯斯 他杀完之后 他没牌了 你如果救起来的话 他泰斯斯没牌了 这你不救 你看他这手牌 是让乐把你乐住了 这把你乐上 你这还得再白扔一个桃 所以你刚才那个桃 还不如就直接救他 你救了他 然后就到你的回合 到你的回合 然后你手里有个桃 你可以吃到凉血 你吃到凉血的话 就还是比较安全的 不然你现在一血 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被偷掉 这个刚才泰斯斯 他如果没牌过的话 到你回合 你说不定还能 说过泰斯斯的人同 另外也体验出 刚才你那个无蟹 打了有点早了 你这江氏猴 你不应该吃菜 你这真不应该吃菜 你这还放南蛮 啥意思呢 你这很明显打不死他 你刚才这个 这二张给他固证了 一张名杀 再说刚才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灯爱都 气牌都气桃了 他他手里会没有桃吗 你这个南蛮放的 你简直就是第一送牌 送我们吞田 第二就是消耗你们 不仅是消耗你们的牌 人家说不定 还消耗你们的生命值 再一个 你这个僵尸猴 你不应该去吃菜 你们三个人 谁对 谁吃菜最好 你这丁凤徐胜 吃菜是最好的 因为你僵尸猴的话 也好 你僵尸猴打 这个灯爱国家 还还可以打 还可以打 你就没有 你就没有这个 僵尸猴八牌的话 杀 你这仨人打的 还真不好打 不下一城 以退草贼 现在肯定 你们仨是就是 就是防守就行了 你们仨就过牌就行了 你们一回合六张牌 你这要酒杀吗 你酒杀你也杀不死 你喝了个酒 你又五不杀 你还不如把这个酒 扔出来 或者你流到手里 这个他 我们主持人 即便有田 即便有田 也是先去 先去摸他们两个 因为你一个 你一个僵尸 肯定不会先拿你僵尸 对不对 你僵尸都亮了 杀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闪 丁文席正说的对啊 他恢复了才杀 下家乱忙 俩都能赢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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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当如是 今当文不内 你现在你们这个 吴国啊 吴国是一回合 天行有成 至少六张 十一周周 这个二张还能在破点 你这慢慢 慢慢把状态扬起来 然后就是 等乐 等这个 这不是有这个 关事府了吗 等 这个火宫啊 乐啊 这个东西 这个灯爱 可能就这个火宫 打的比较好打一点 然后你们的手里 应该再控个无限 投过不要浪 你这不要 不要乱离 你这立了两回 雷莎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这陶渊结议 倒可以留下 我觉得 因为他们现在不打你 你很明显 他们现在不打你 你留着不能闪 没用 你不如留个陶渊结议 你他们 即便他们开始打你 他们打你的话 你这掉一血 然后你过两张牌 你这在陶渊结议 回忆起来 你这 这乐得莫名其妙 你这又又不杀他 你这 你乐得莫名其妙 可充盈君资 借刀杀人 故国安邦 虚荡如是 哦 就你乐完了 开始 开始动手了 你这是啥意思 我明白 你乐完了 开始动手了 请出过 老臣 屯田 上保国家 下安黎民 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先打 打完之后 再贴路了 是不是 屯田 这就杀 就这样 多没意义 那天赌了一个桃 然后你 就杀一下 这有啥意义 很明显 上不准君资 然后再送他这么多田 送他这么多牌 早入蜀都 先到先头 晚了 可就没牌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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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仨人前面 前几回合打的还可以 就是一直在这 在这回状态 这 这到后边了 这是 这等不及了吗 还是 纯田 上保国家 下安黎民 拆的顿 明显就是等不及了 就是想进入强攻 就这样了 你不然的话 应该先拆的寒冰剑 先拆的寒冰剑 然后慢慢 瓦额地慢慢磨 还是那样 你就找乐 找乐 然后控 控无限 然后你找火攻 有火攻吗 等你有乐的时候 先火攻 然后再灌注强杀 等等 纯田 可通营军资 纯田 你要是这个 找国家 下安黎民 也好 这样的时候 你不吃菜的话 你不吃菜的话 你还 如果他再能拔把牌 或者说再 他能补补过牌 最好是补牌 你们先拔不过牌 顺手 纯田 和冲银军资 纯田 上包国家 下安黎民 军资 纯田 上包国家 下安黎民 和冲银军资 你刚才 你刚才扔了衣服 然后你这时候挂起 仙道仙德 然后你送了 荣书 荣书 仙道仙德 你这不就是 给他送连奴了吗 我一进走机 死云无方 可怜 一生胆略 这还让 这还让国家投降 我 我看你们投降算了 你这一个单中态 你这 你这根本没戏 你这就是 就是死的早晚的问题 你说说你单中态 你就是家事猴 你打了队 你快快扒牌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这个优势局 优势局你要稳住 尤其是像打 对外国家 你都稳住 稳住 然后找那个 因为你们有过牌 你们有过牌 在一个这个局势 你们团队 应该找一个最弱的人 去吃菜 吃菜的问题 找一个 找一个最不影响 大局的人去吃菜 然后你看 你这一局 如果低风徐 就应吃菜了 然后你这个 江振豪 可就没牌了 二张 二张 你们把这个牌 过起来 然后 控着这个贯士府 再控着 无谢火攻之类 你这打 这个打这个国家 不能说很轻松 反正打他 就是要有耐心 本身打这种不动牌 就需要很大的 这么一个耐心 就跟他耗 最后慢慢给他耗死 这将没耐心 你这优势局没耐心 在 在一个乐不思主之后 开始发动总攻 那你这就等于说 不做死就不会死 我们再来看这一局 我们主角的游戏地 叫做 HULUK 来自378 感谢游玩家 分享的比赛录像 出场情况 只有了一种选择 这两个妹子 那么 不是妹子 是人妻 那么 八号围 八号围 这个手牌还不错 其实 大乔香央 这队的组合 怎么说呢 它有一定的过牌 有一定的强度 不管是 主动过牌也好 还是被动过牌也好 主动过牌 就是通过 防片装备 去贴乐 被动过牌 就是别人杀你 就是通过装备 去流离 但是你说 它这个过牌 能有多多 倒也没有多多 第一 这个 防片装备 本身就那么一张 就那么四五张 防片装备 再一个 你即便是装备流离 你这 最后多 你挂 这个四甲老板 然后你流离 你最多最多 你就流离四四 总之 它这个过牌 是 理论上是有一定过牌 但是强度 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高 这边不卖 然后这边 吊了个飞鼠 这个 三号在江维下甲 敢挂什么 你也是鼠吗 还是你能改判 还是你是小乔 啥之类的 你这南蛮 这南蛮 你给 给江维啊 你给江维 让江维放 下次注意点 果然他是能改判啊 怪不得敢挂神经 击鼓于此 一致四方 大卫过出来了 闪 闪 闪 这边也不卖啊 那看来就是三个位 并忠贞之志 守千退之解 六号也该出来了吧 马老板 马老板 还等人不等了 你不等等两个案件吗 我们的机会来了 结果他不等了 直接开大 回血要紧 先保命 你看你永远是这个 你要决定先 开大的话 你就先开大 然后再出牌 你看你这 你等于白吃了一个桃 对不对 雕虫小记 杀 这边直接杀一号啊 问题也不大 九 切听我最后一眼 直接拆司马 我觉得你要拆的话 你真不如把这个 曾经两张刀 请休息吧 看我的厉害 以意代劳 雷沙 因为许主拿着刀还是 别紧张 有老夫呢 比较可怕了 这我们主持者是想收个人头啊 想收个人头过过牌 结果 结果没收掉啊 没收掉就睡一下 拉拢一下 睡早起 方能养生 忠言逆耳啊 结果 天风 说是 哪怕只有一些生机 我也不会放弃 不受收买啊 不受女色所诱惑 天风说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我是一个高尚的人 我是一个脱离了低低趣味的人 我不受你这个 两个妹子女色所诱惑 你可时得此身 哎呀 然后通过这个读条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六号应该是张角啊 所以说你这个牌序 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想 把他这个 闪电给顺了 你如果先挑进的话 你先挑进的话 然后看到有张角 这个 下次注意点 这个 这个闪电 你就可以不顺了 然后你现在手里生个闪电 手里应该是生个闪电吧 不乃天命之子 看这边是张角啊 他明显点外边挂的 有这个黑导六 屈虎伤敌 打我不虑 杀 这是 朱荣打朱荣有什么前途呢 早入蜀都 先到先得 你又打不死他 我觉得你还不如去虎打这个 打花头呢 你去虎打花头 然后 雷公 这边许出 一破 天下大事 唯有我所控 难道真是天命难违 冰凉寸断 难瞒入侵 杀 冰这个朱荣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 因为这个小 小诸葛 杀身成人 不负还恩 他有无限 谁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 你还不如兵虚 救人一命 这边就是天风 就是跟我们杠上了啊 那这个虚蜀 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再去杀花头了啊 你这 你 你这回合要没杀死的话 下回合你就 你就没必要杀花头 你看他就跟我们主持人家杠上了 你让你让你让他俩斗去嘛 就是你让这个我们主持人家和这个天风去杠去嘛 你要想杀 你去杀杀这个 蜀国 是吧 你杀蜀国 这个你看他救不救 估计他也不会救 第一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看来他是以这个田风为主将了 他基本上都没排 这换个加一码是啥意思 以德福人 你 你张鸟需要加一码吗 这么怂吗 我看来你是没有闪的 你这刀不应该 明显不应该杀国家 你这国家 你让他卖出来杀 你这不是把你队友给卖了吗 然后这虚主还是去沙滑陀啊 不拿无言而翻证 你看你这 你你这 奈何 奈何 沙滑陀就没人动我们主持点了 你看刚才这个蜀国好像就是在 在打群雄啊 就在打群雄 然后你现在场上 哪怕只有一些生机 这个 我也不会放弃 有两个大势力了 两个大势力了 就没人动我们主持点了 不过江湖也可以打一下 因为这边有这加一码 你如果有红沙的码 火沙 囤田和充盈君资 这两边加一码 没法这个琉璃啊 这是要挂的码 因为这两个南蛮啊 这等于说这两个南蛮 两个南蛮 他如果有红沙的话 这即便国家死了 还是没法流离 好冷啊 过河拆桥 杀 果然有红沙 完了 可就没牌了 无中生有 来给杰命一发啊 他也没法去虎啊 他也没对象去虎 桃源很不错啊 现在这个局 现在是这个五任局了 现在五任局的话 你可实责此证 这个张鸟 他刚才来杀这个诸葛啊 你来杀这个诸葛 很明显 他就是鼠人头嘛 你这个就是两个 两个鼠了对吧 你两个鼠了 然后他杀你诸葛 然后你要叛八卦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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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明显的 第一鼠人头 第二 战 小天 你的 战点 你作为东楼 来说你看啊 你看这五任局 这个 应该先 先把谁弄死啊 你肯定应该 先把我们主角 我们主角 第一有过牌 第二能 能 能睡觉 你可实得此证 先把我们主角弄死 你把我们主角弄死之后 你和 这个登岸寻遇 你们二 你们俩 打这两个鼠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但你现在 你现在 以得福人 你的四任局 这就 就不好弄了 这个你 你说你打谁 这四任局是 看我的 最尴尬的时候 所以一般来说 在这个五任局 你就要定好 我们杀这个 你还在张鸟 明显就是不会玩 我们主角杀你 你就来批我们主角 你去批登岸 你去批登岸 那我们下回合 还要杀你 你批登岸 我们乐 马上给你贴上 这是 这啥意思 这是 这是 转着圈杀 这个张鸟 批登岸 登岸杀 朱蓉 朱蓉杀张鸟 你这 你转着圈杀 你累了 这我们就 大胆来杀你 反正你有傻 你也是去批别人 对不对 你即便批了我们 我们还能买 保护 无论是力道 你能批我们 我们也多是太怕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 他这个 这张如果不死的话 可能这个 这个闪电 你要批我们了 还好我们有个桃啊 不过他们都一写了 都一写了 看看能不能 都收了 这个排序不太对啊 因为你这个 刚才有个决斗啊 有个决斗 你既然决定 先干张鸟的话 你就应该先决斗 先决斗 然后你 如果说决斗不死的话 你这个乐再切出去啊 不然你 你这个乐就白乐了嘛 或者说你先决斗 反正你先找个 或者说你要决定 决斗张鸟的话 你就先 先乐其他人 然后你再去决斗张鸟 张鸟手里 你肯定不会是杀 因为他刚才 这个 气排气的 有这个 有着桃嘛 他气排气的 有桃 那么他手里剩的 要么是闪 要么是桃九之类的 你 当然他可能觉得 这个张鸟 气都气桃了 可能手里还是个桃 所以 就先 先乐了一下 再去决斗 也说得通吧 当然你 正常的 应该还是先决斗一下 看能不能决斗死 这句也是 就是说在残局啊 你这个目标选择 一定要 正确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句吧 这句我们主角的 有些的叫做中心市主 来自378区 感谢大家分享的别的录像 嗯 只有卫国可以选 卫国这四个将的话 你要么就国家寻遇啊 要么就国家越境 嗯 也就这两种选吧 你其他的配 其他配就不太好了 反正国家肯定是 肯定是出的 第一肯定是国家寻遇是吧 黄金卖鞋 那么国家飞跃进 也也可以啊 万键齐发 八行为 一号时间开万键 这边 都卖了 那这我们 出来吧 卖了个酒还不错 国家新皮肤啊 看有没有这个 新皮肤光环啊 顺手牵羊 哎呀 桃子顺动了 就是一个桃子 还顺动了 南蛮入侵 火杀 杀 恐龙在开我 看南蛮 杀 这边也 不失位啊 杀 侧某本天成 这就是 这仇位嘛 乐不思索 对 啊 你有乐了啊 打国家 这比较比较爽是吧 然后又 又去拆一号 拆的模拟 这个 通通灵起来 这啥意思 你打着打着国家 又去打一号 一号又不是位 这边月鹰也是来高 我们这些叫仇位啊 典型的仇位啊 现在路人这个仇位 仇位现象太严重了 会开始阶段有技能 这边去拆了一下一号 这你跳啥了 你跳 跳卫裙了吗 因为一号就跳了个飞卫 然后这个 恐龙也跟着搞了一下 这种感觉是 不就是跳卫裙了吗 哦 天肚了 天肚了 有个圣手先把他那个桃送过来 冰凉寸段 直接冰上 你这排序不对 你看先九杀 杀不死 你再冰 你这要杀死了 你不 你这个冰 你不就能冰恐龙啊 老天不住我原家呀 这大罪一号 你不手量 你还在这里这么浪 对不对 你这排序有点问题 决斗 雷杀 雷杀 决斗 杀 杀 实实恐龙 生死汉 只有仅能若依 汉弓 有这样的量 远交进攻 顺手天阳 直接勒顺过来 给我们贴上 杀 那你 你顺着他 乐 你又去杀他 你这不是 你这不是让他来搞你了吗 对不对 你这把他 把他乐 难瞒入侵 你把他乐顺了 然后你 你再去杀他一刀 让他行动 这恐龙打的莫名其妙 上一轮就是 打着打着国家 去搞一下 一号 这个 这轮又是 打着打着国家 又去惹黄远英 杀 就是侯游盖使阶段 有技能 那个他因为刚 他是刚才他是掉血了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孙坚啊 三血小猴子 也有可能啊 喊什么喊 我敢杀你 这边又出来个书 还好他是判两个黑啊 这要判个虎 这我们不就挂了 此有仅能若干 功可一计行事 如你所愿 我又添堵了 还添堵个桃子 这宇宙家啊 来连弩了 不过杀不多啊 直接杀五号啊 第一他没卖血 第二他是不是来搞我们 虎狼之师 唯我所用 祸中心而死结醒 你既然决定杀恐龙了 那你那个 你刚才就 就先杀恐龙嘛 你能杀死最好 因为你手里满宫三张杀 对吧 满宫三张杀 你还不 既然决定挂了 换连弩了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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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先杀恐龙嘛 这难道你 你怕他是毒菜吗 你怕他是毒菜 你杀的第一刀 你让冠师傅杀的第一刀 他肯定毒菜就出来了 你要不想吃菜 你就连组不用换就行了 杀杀五号 你杀杀二号 你这 只有仅能弱 可遗迹形式 不要杖八要五六剑 那看来他肯定是 不然的话 你没必要 你有任何理由换五六剑 因为马带根本不缺距离 他换五六剑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他换五六剑是给谁换的 明显就是给五号换的 因为刚才这个黄远英 看过他了 那现在大鼠国了 这恐龙让你 让你仇位 你现在 这个四个鼠了 顺手牵羊 远交进攻 顺手牵羊 决斗 我藏着不能 雷杀 二虎进食 猎人得中心 到杀 杀这个 妙手 而不知 杀黄远英 或者杀关羽 都可以啊 比杀这个 杀一个离开的 要强吧 一个马带 一个四千马带 你不杀他 他能怎样 商议敌 可怜其百 顺手牵羊 统统连起了 商议敌 可怜其百 二哥和月鹰 你都能杀到 这恐龙这是 这是不玩吗 看见大鼠了 看见自己 自己把这个队友 搞了一下队友 又把这个魏国搞残了 然后出来大鼠国了 就不玩了 大家遇到这种人 就直接拉黑就可以了 那这边也是 有万将了 他们就先不来动 火杀 因为毕竟 打魏国有副手艺 无懈可击 统统连起来 我觉得那个 那个金刚剑 可以换上 因为你现在 麒麟弓 没有什么意义 你换上金刚剑 也是这些人 你都能打到 你这个 麒麟弓 又没有什么意义 反倒是金刚剑 可能 生时有锦能乱 他们有 汉尘 可一技行事 这金刚剑 可能会有点用处 火杀 谁能当我 诸葛不放权吗 一直都不放权 你这诸葛小胖 和约英配合 多好的 你这远距离放权 哪怕这一线生计 我也不会中计 反正这小胖 就没放过权 是吧 杀 万箭齐发 你这自己出牌 各谋本天 自己出牌 你能打出 你这关心 远距离控约英啊 你即便说是 你关心没有锦拿 没有锦拿 你还没有梅花吗 雷莎 对不对 你没有 没有锦拿 还没有梅花 五张 五张还没有 没有梅花 你要说五张牌 没有锦拿 你要说五张牌 没有梅花 又没有锦拿 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你不能说 不可能 只能说几率 特别特别低 我们藏了 把连弩 算是派上用上了 可惜啊 空城 不然连他 这一波就带了 这让你们仇慰啊 让你们仇慰 宇宙家不是盖的 火上 打打杀杀 真没意思 宇宙家果然不是盖的 让你不放权 你现在没机会放权了 这光靠空城 你是 男蛮入心 结果神难蛮 男蛮和远交 你这都能 尽你死地 此有 景阳若的 三刀家 果然是两个不投论 这个 这个新皮肤光环 还是有的 那么 好吧 今天 视频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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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